好 但你来关心在花莲南区玉璃镇的光复路上统冠超市 31号清晨5点左右发生火警 那么消防队货报呢是赶紧的前往灭火 因为都是易燃雾全面燃烧 那么四个小时后才控制 那么非营业时间还好没有人员伤亡 而起火原因有待见识来厘清当中 有名弥漫一早玉璃镇清晨一点都不平静 为在玉璃光复路上的统冠超市 清晨4点多左右发生火警 警销过报之后赶到现场 出动了多达31辆车 61人前往抢救 230平面积的超市内部物品 以及屋顶已经都被烧毁 由于大卖场是铁皮建筑 面积超过了200平 还出动云梯车从空中往卖场内部烧 玉镇长龚文俊也感到现场关心火警状况 现场浓烟不断喘烧 也不宜说的乡亲 在用电的过程中在手难免 但是最说家中的杂物 尤其是一朗一朗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这家在花莲各个乡镇都有分店的超市卖厂 出信副经理一早从花莲市赶下来 玉里帮忙协助救火 他说非常感谢消防弟兄的帮忙 但里面都已经全毁 估计损失超过千万元 他目前的状况就是里面都是一些毅然的物品 所以说他目前还在抢救 目前还在闷烧中 所以说辛苦这些打火的弟兄 帮我们做这个抢救 华联县消防局三大队长肖志源说 因为不是营业时间 店内没有人员 无人受伤受困 到早上9点多火石控制 10点37分扑灭 至于起火原因 仍待火场调查 记者高松松玉里阵裁缝播动